辅助线照辅助图形完成证明 我们看这个这是圆蛮重要的性质 圆周角定理 就是圆心角是圆周角的两倍 O是圆心角A是1 2分之1的角BOC 反过来讲就是BOC是角A的两倍 这是个很重要的公式哦 那他是怎么证明的呢 请大家想想看他的辅助线 如何利用辅助线制造辅助图形 来证明这个公式 有需要可以暂停一下想想看 那我们公布提示哦 他是这样 啊 这是算是个凹四边形 A B O C 是个凹四边形 我们可以呢 制造等腰三角形 在圆里面因为半径相等 很容易制造等腰三角形 我们是延长A O 延长A O至D 就是画A O 然后到D到这边来 这样就会有角度的一位制造等腰三角形 第二章就是在制造等腰三角形 延长A O至D点 好请你想想看他的证明过程 这个性质非常重要哦 算是一个圆的特质 好我们公布证明过程哦 啊 还这样 延长A O到D点 这样是制造两个等腰三角形 A O C跟A O B 因为半径相等啊 所以A O C A O B 是等于要三角形 这是两个辅助图形 那角1就等于角3 啊 那角A O D 等于外角公式嘛 就是角1加角3 所以就是两个角1哦 因为角1等于角3 那角C O D 就是角2加角4 那角2又等于角4 也就是两个角2哦 所以呢 C O D是两个角2 然后把它加起来 啊 B O C 就是两个角1加两个角2 那就是两个角A了 哦 这个性质就这么简单 画这一条辅助线 用半径相等 制造两个等腰三角形 作为辅助图形 再利用外角公式 啊 就可以证明 B O C是两倍的角A 啊 这是个很重要的公式 它的证明过程呢 大家要了解一下 好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